那大家好,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安娜弗雷德的发展线这个理论 那安娜弗雷德是将她把对精神病理的这样的一个兴趣 开始转向去研究儿童的正常发展 之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话 其实是在她心中一直希望我们的分析到底要把孩子们送到哪里 或者是我们到底基于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框架 来把一个孩子标记成她现在出了问题 那她到底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还是是个发展的 还是一个退型的 还是她从来没有发展成这样一个样子 这些其实都是作为一个临床的分析师 其实要不断的去回答的一个问题 那关于回答的这样一个问题 你才能让你的治疗方案 一个更有基础 同时你也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观察着 我们的分析的工作是不是走在一个正轨之上 因此她在想 那一定得知道正常的发展的框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们才能用她来标记到底这个孩子离着这样一个正常的发展 距离有多远 那她要回到一个什么样的轨道 而且她在设计的这样一个发展框架 应该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发展的轨道 要把孩子们送轨到正轨上来 她既不同意要理想化以某种发展 因为现在我们中国其实目前有这样的情形 有一些家长 其实她是希望孩子好上家好 再加上心理学 这就像理想要插上了翅膀 那这个部分 安娜是从开始就没有这样的理想化的味道 她只是在说儿童 其实她进入到她的发展轨道上来之后 剩下的是要靠她自己和她内部的世界和她外部的世界 去互动的过程当中 她的自我才能稳定的发展 没有人能够替代这样一个部分 因此呢 她开始精心地去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发展理论 然后想描述儿童 她由依赖外部的一个调控 到她能够她自己来完成 调控内外现实的 这样的一个转变的一个历程 那到底在这样一个历程当中 她又梳理出来了这样的六条发展的脉络 她希望去呈现儿童在适应 她的生活要求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她的表现的状况 以及她所能达成的那个能力水平 那这些生活要求 其实既包括情境可能提供的这种要求 也包括是人际水平的 文化水平的 以及她个人的这样一些要求 那这样的六条发展线 如果简单再归纳一下来说 也可以归纳成三大发展的轨道 用我的话来说 真的可以称之为轨道 一条的轨道是情感关系的这个轨道 反映着依恋和分离的话题 在情感上 她是她的安抚 她的安顿 需要依靠他人 还是慢慢的能够把他人 内化成她的心理表征 最后她可以依靠她自己来完成 一个心理和情感的这样一个安抚 所以这是一个依恋与分离的一条线 在这个强调的是内在心和心理母亲的 这样的一个依恋和分离 那第二条轨道里头包含着三条线 都涉及到的是对自身身体的一个照顾 对这三条线里头包含着 都是从最开始 因为人类婴儿是个早产儿 他没有能力去照顾自己 一定需要依靠她的抚养者 来安顿她的身体 那到慢慢后面可以随心自控 那这里面的三条线里头 一个是口腔饮食的这个部分 这是进口 然后另一个是两条排尿排便的 这样的出口 还有一个部分的安顿是和 我们要让自己身体本身的这个清洁 如何卫生健康 关于安全医疗健康的这个部分 正是我们现在疫情期间 比方说要关于勤洗手 然后不啃手 那不要摸自己的这样的口腔周围 好减少感染 同时保持社交距离等等 那这些都是这三条线和自身身体的安康有关的 那第三条轨道里头 是关于一个人 他从一个自我中心 只从自己的利益 开始安排自己的行为活动 到开始能够转向外在的课题 开始能心中有他人 然后也能够心中有他物 他怎么进行游戏 然后从游戏再转向 进行学习和工作 所以这里面包含着两条线 能不能形成有伴的关系 那么还有一个部分 他能不能从游戏进入到那个工作 所以我们基本上 简单的话我们就记住三条线 第一条线是和心理上的这个依恋和分离 第二条线是整体的身体 从入口出口到整体的健康 第三条线涉及到自己和他人 和他物之间的这种关联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 他在这样的三条 或者三大轨道上 六条发展线 当中每一条 他又和他的父亲 老弗洛伊德的叫新性发展阶段理论之间 又建立起来了关系 所以他的发展理论 也从某个感觉上来说 是一个极大成的 而在这个发展的理论当中 我们有确定能看得到后面 他对他的培养出来的 埃里克·埃里克森的启发将有多大 当然安娜·弗洛伊德只画到了前半生 一直到从新生儿出生 一直到成年 那埃里克森的一个发展 是把它延伸到毕生 但是整体的思路 我们在这儿 在安娜的发展线里面当中 其实就已经能看得到 那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慢慢地看一看 那每一条线又怎么放到 和口语期 刚语期 埃里普斯期的这样一个发展议题当中 里面核心的一些特征 会被怎么被安娜·弗洛伊德所提炼出来 那第一条呢 要依赖他人的安抚 到他的在情绪安顿上 可以自我依靠 甚至能自我安慰 在口语期的时候 仍然呈现的像是母婴一体化 一体共生的这种感觉 然后随着他的心理的那个发展 他会建立起关于母亲的这个表征 这是开始在内在 心理内在开始形成了一个 关于母亲的一个意象 当有这样的一个意象的存在的时候 他从而可以让母亲离开一会儿会儿 而这个同时也帮助他构成了一个 叫客体恒常性 在精神分析的这个脉络当中 这个客体恒常讲的是 尽管我看不见这个人 但是我仍然相信这个人 在世界上是存在的 他什么时候还能再来 客体恒常性当中 也包含着我们对这个关系的某种信心 那到刚预期的这个时候 那他在情感依赖 或者是要让那个养育者来安慰自己的 这个过程当中 他呈现了其实更多的就是矛盾的特点 又要依附 但是他同时又折磨着那个人 又觉得那个人在折磨着自己 同时又想控制 同时又在反控制 那么是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到俄迪普斯期的时候 那这个安娜弗洛德 把他父亲的这个发展阶段理论 囊括到这条线上 那他说在俄迪普斯期的话 那主要表现就是要占有异性的那个父母 开始嫉妒同性的父母 那也和同性的父母产生强烈的这个竞争 那这个时候是变成 以客体为中心的一个情感的这个部分 常常会体现到的是嫉妒 同时还可能会有强烈的这个阉割焦虑 也会变成某种恐惧 那么到潜伏期的时候 情感安慰的话 是和同龄的小伙伴在一块 他才会觉得开心 甚至这个部分可能会下眼 就是到幼儿园大班左右的话 这些孩子们可能都开始会思念幼儿园的小朋友 所以到转向同龄人 然后他也转向开始社会的这个群体 然后教师已经比爸爸妈妈开始变得更有力量 而且他出现他非个人化的 他会受到社群当中 大家都想喜欢什么 那个理想 然后也开始有升华的这个兴趣 那到青春期的时候 这个情绪依赖和情绪的 也称之为情绪的狂飙期 那在这个青春期带来的 生理激发的这种情绪的两极化 对立化动荡幅度很大 所以他一部分会呈现出一个叛乱的那个序曲 有可能也会出现某种退行 所以他在青春期发动的情况下 有的孩子会出现 我不愿意更早 然后反而会害怕 要让父母 要回到父母床上 要让父母陪着 或者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一个 要让他退回家庭的议题 但是越退行出现的越早 可能有问题 我们也需要去注意了 同时呢 如果这个时候孩子有力气 进入下一个阶段 他可能会呈现成 和父母的那个斗争 所以这些呢 是我们已经比较熟悉的 他也会将注意力 开始转向到家庭之外的异性 对白雪公主的故事里头 大概讲的是 是在这个时期了 那走向了家外 那一个是接触到小矮人 同时要看看白马王子 什么时候能再来 OK 那在这个发展线当中 除了他建立起来和课题的关系 这个课题也不再在变化 那同时还有一条 是他的分离的这个部分 那这也是在这条发展轨道上 有两条紫线 这两条紫线又相互交织到一块 因为他需要有一个 从母婴共生到开始和母亲 就是必然会有一个分离 因为母亲会转向 会离开 会喜欢另外的东西 不会一直和孩子紧密的 连接在一块 所以他亲父的那个时候 同时也体验着 要亲父其实恰恰是因为有分离 所以这两个议题是同时在一块的 那可能就会出现 这个妈妈是不可信赖的 她总是偷偷的就跑掉了 然后或者是我在非常痛苦难受的时候 妈妈不知道怎么安慰这个小婴儿 那就会让自己大哭 甚至她可能会变得非常的烦躁 然后打算用某种策略 因为我们也经常会看到育儿的这种方法 说孩子大哭的时候 你不要管他 然后之后他就好了 所以sorry 那到这个时期出现的 就是到应该到刚开始之前的这个时期 不适合用这种 让他哭够了再说的这种模式 因为孩子在这个时候出现粘人的反应 这些都是正常的一个部分 而如果父母亲不对这个部分回应 甚至用忽视这个孩子的情绪的痛苦的 这种方式的时候 会制造出孩子的一种 叫依赖性的抑郁 依赖性的抑郁 因为他会有非常深的那种无助感 无妄感构成的 他没有办法依靠别人 同时还有可能呢 会制造出一个过快的发展 好多的家长觉得 为什么喜欢了这个方法 他会觉得 这个孩子之后看起来很自立了 然后从来再也不黏人了 他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搞定了 但在这里面 安娜总结 他有可能是 他只能让自己一部分过快的发展 另一个部分就像那个套娃一样 里面那个小小小婴儿 里面会困着一个哭泣的 不敢看向外面的 因为没有人会理自己的一个小的内核 这就成外面的这个被称之为虚假字体 而他看起来能很能照顾 他也能照顾 似乎能照顾自己 但是内核当中会常常会到青春期 或者到中年的时候会构成 那个抑郁的一个基础 那在 其实也参加是因为和妈妈的这个 不断的能分开的这个距离当中 音声 声音 发声 然后变得越来越有效 我们可以把那个人很快的就 很有效率的就叫过来的话 你就会看见一个小孩子的 他的词语的语言的 口头语言的使用上会有一个浮发器 其实也在这个第一个发展的那个阶段当中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简单的会介绍到这里头 因为我们要之后再看 那就是第二大发展的轨道当中的三条线 所以这是我们要记得的 那在这条线当中 第一条 其实就和 要一定会从吃 怎么吃开始 所以这也是 安娜福德专门写过的 在婴儿的进食障碍的那个部分 他会说 因为小婴儿这个发展线上呈现的是 从最开始 他要靠吸引 吸引乳汁 吸引流汁的这种食物 一直到后面 他开始要合理的这个饮食 呈现些什么呢 母乳和奶瓶 他是用这样一个方式 他呈现着个体和食物之间的关系 而这怎么会变成个食物的关系呢 一个是 这个时候是按需喂养 还是按时间来喂养 好多的家长还是会偏向于我们现代人 还是喜欢看着时间 到点了 我要干什么 那可能在这个时期 可能孩子并不饿 但是家长觉得我需要喂你了 我的身体里头乳汁已经开始出来了 所以他一直都有一个 个体的需求和母亲的这种喂养的这个行为之间 是不是匹配的一个关系 因此他体现着一个和食物的那个关联 所以有可能当个体 这个小baby并不想吃 并不饿 但是这个母亲变得非常的焦虑 他就会觉得 今天怎么吃了50毫升的奶 他一定得吃到100毫升 或者他现在这个年龄 查查书 他应该吃到150毫升了 就会一直要去喂 一直要去喂 那对这个小婴儿的感受上来说 他就被这个叫侵入性的一个反应 这个时候食物就会变得非常的讨厌 你总是会打破他的愉快感 那这是一种 他之后就会体现到 他我们怎么叫饭桌上 成为母子的这种大战 都是在 因为到刚开始就会变得更为的强烈 因为他要 小婴儿开始有更强烈的一个反应 就是我要吃什么 或者我不要吃什么 但是妈妈也有一个反应 就是你应该吃什么 你不应该吃什么 这样的一些大战就会开始 而且在最早期的 就是在第一岁将近结束的时候 那么还有一个断奶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母乳喂养的一个小孩子 那他的这个寄奶 寄奶的含义 其实也带来某种食物的结束的时候 他打开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可能性 他从此可以吃无穷多的东西 也会用到前一条发展线 他的语言要开始 有大量的帮助他去挑选 他想要什么 想吃什么 所以在第一个阶段上的 各种各样的关于吃和不吃 吃和吃什么的这种议题 会在钢预期这个阶段 食物都会带有一些特征 然后一个儿童在自己吃 还是被喂着吃 那他越早能够获得 我自己吃的这种愉快感的时候 他越可能发展出这种自主性 所以他到潜伏期的时候 就有一个他自己的决定权 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而在自己能够决定我吃什么 和我吃多少的这样一些经验 会构成他后来的和饮食和这个部分的关系 同时也保留一些吃的这样的一个快感 当然很多的时候这个关于吃吃什么话 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妈妈和孩子的关系当中 也一直成了很大的一个母子关系 体现出母亲对孩子的关心 但是孩子又不要这种关心的一场争夺 一场争斗争